小港区港后里有一段废弃的铁道设施 里长柯文氏特别将它保留下来 规划为自行车道 北起前阵之星自行车桥 南道东亚路口 沿途风光明媚 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够欣赏到85大楼的美景 里长说未来期盼能够增加关机台 让来运动的民众能够近距离欣赏小港机场的飞机起降 蓝天白云加上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骑着自行车微风一灭吹来凉爽又舒服 这段自行车道北起前阵之星自行车桥 南道东亚路口舒适的环境 再搭配上85大楼的美景 让人运动起来心旷神怡 所以我们市政府也很会心 从我们前阵之星一路到我们前场将近3.5公里 延伸到东亚南路将近要4公里左右 所以我要跟所有我们该同市民 如果有空的话欢迎你们来港后里 这个自行车道这个地方 最主要它长度有够 它的环境也很好 原先荒废的铁道空间 变身成为休闲自行车道 港后里长柯文氏希望 能将周边两旁都做满数 更刻意保留废弃铁道设施 让后代也能知道 这条自行车道过去的历史 而因为临近小港机场 还打算增加关机台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来这里 看这个自行车道 延伸到我们以前的临港线 这临港线可能大家不晓得 临港线以前就是我们在货柜厂 进来都在那个大豆 黄豆 玉米 甚至以前中钢 中钢线还有那个台糖 当初在印那个甘蔗 都是从这边 所以我们将来是不是跟市政府 来把这个地方当成柏托特基 给它做一个文创 如此绝美的景点 吸引不少前镇小港地区 喜欢骑脚车运动的居民 大家可以悠闲的骑 享受不被汽机车干扰的自由节奏 还可欣赏城市的天际线 感受一下不同的高雄风貌 港多新闻张世民 下亚新采访报道